欢迎回到这期Vvlog 日前就有小伙伴让我做随机字符模板 好吧 这部来了吧 那这个随机文字模板 我将它放到了电影标题里面 编号第34 我们直接从特效库中 脱入到时间线上使用即可 缓存一下 然后来播放看一看 那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它怎么使用 我们转到右侧检查器 首先在最顶部的设置里 和其他电影标题模板一样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位置 文字大小 然后设置在竖片模式下的显示方式 默认是按照比例自动缩放 那如果选择原始尺寸的话 它就会不受画幅的约束了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场景来选择即可 那有时候我们在高分辨率下 文字并不需要展示的很大 那就不需要勾选这个4K开关了 这样就可以节约不少的选性能 OK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如何设置随机字符 首先随机前文本表示文字在初始状态下显示的内容 比如这里我们滑动播放头可以看到 开始的文字为Cinematic 也就是设置中的随机前文本 而随机变化之后则变成了Weekvlog 则对应着下面的随机后文本 这里最好让前后变化的字符各属一样 随机效果才会更好 那在随机变化这个过程中的字符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木板会从这里随机挑选它们来形成随机动画 当然上面说到的这些文字 我们也可以使用中文或者任意语言的文字 这里并没有什么限制 那接下来这个延迟还是挺用的 它可以延迟我们随机动画开始的时间 比如我们改到0的话 可以看到随机字符就会和入场动画一起开始了 那有时候我们并不想这样 我们希望的是初始文字展示一段时间 然后再开始随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置这位延迟来实现了 它的单位是帧 所以这里如果我们改为50的话 那随机动画就会在50帧之后再开始了 嗯是不是很有用呢 那在下面的动画和标题样式 我们在之前的电影标题中已经逐一分享过了 这里就不赘述了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 找电影标题的教学链接 需要的可以再重温一下 那在下面的鬼影字符 设置的是随机变化中 背景模糊的这些文字效果 那我们开关这个复选框 就能很明显的看到区别了 对吗 那这里我们可以设置它的增益 以及模糊的强度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就行 最最后还有一个发光效果 大家可以使用最下面的混合 来设置发光的强度 这样可以让文字在变化的过程中 有一些光效闪动的感觉 好了那到这里 这个很有意思的随机自符合版的使用方法 就和大家基本介绍完了 其实用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改天面文字 改天设置就好 那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就可以重新下载电影标题模板 或者包含电影标题模板的合计套装 复个安装一下就可以获得更新了 OK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更新再见咯 谢谢 here is the latest 我们下载电影标的 好